大家好,我是东京颜太郎 今天上午有一个粉丝给我发了个信息 然后说到今天为止已经把日本政府发的十万日币全部亏完了 的确让人很痛心 而且他还发了他操作股票的一些代码 就是记录 我看了一下,真的基本上问题非常非常多 再加上另外一些人的一些反馈来看 我就想到了今天做这个视频 就是讲一讲在日本股市做日内交易的时候 特别是对于初学者必须遵守的几个原则 我觉得把这几个原则遵守了的话 不一定能保证你挣钱 起码不会让你亏太多或者是亏得那么快 好,第一个原则是要避开早上9点到9点15分 这一个交易时间段 因为早上开盘的时候啊 那个就是那个交易量非常活跃 你根本把握不好方向 那你一旦踩空了,搞错了 那么你就很容易亏损很多 而且有时候那个股价瞬间那个暴跌 是非常恐怖的啊 早上9点到9点15分这一段时间 和那个风险对应的 它那个收益也会很多 如果你控制好的话 比如说这个是4496早上开盘的情况 大家可以看一下 开盘的时候它涨了一点点啊 涨了一点点 然后呢,然后突然之间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 突然之间就是暴跌 然后慢慢又往上走 所以说这是在早上9点到9点15分之间的事情 那么这个时候操作的话 你很容易就亏损 你不知道你的止损线打在哪个地方 很容易把你止损线打了 你就亏了 亏了之后呢 你心情不好了 心情不好了之后 后面如果它再继续涨的话 你就不敢买了 人就是这样的啊 你一旦被亏损伤了一下子 然后难道它涨得再好 你就不敢买了 就有点害怕了 就恐惧了啊 所以说你早上避开这一个时间段的话 有助于你保持清醒的头脑 而且让你可以更好的操作啊 这个其实就是说 一般而言要避开ATR值过大的股票 这个ATR值是那个 Average to Range 就是那个平均那个股价波动的值 有的有人反映就是说 好像有的软件上没有 这个很简单 大家可以这样看 看它过去几个周期里面 股价的最高值和最最低值的差值是多少 比如说这个股票 股票早上可能好几百点啊 你不用不用看那个ATR值多少 你就知道这个至少有一两百 看K线图的最高值最最低值的差 你看如果你股票避开了 早上九点到九点十五这段时间啊 你就知道 这个它是高点的啊 下面这个是低点的 那那你就是高点你就别买了啊 你就在靠近低低点的时候 比如这个地方买 这个地方买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后面就马上 目标价格稍微高点 那么就挣了 这好几百点啊 然后万一就是说 你被止损了 你在这买了 设定一个ATR止损 那止损就止损了 也没多少啊 这个止损方案很小 但如果你在早上开盘买了 买在这呢 买这个地方之后 那你亏的话 就很快就亏几百点了 然后亏了你就心情不好 你又不敢再买 所以这是这个样子 好 第二个原则 要避开开盘走低的股票 这是针对做多的情况啊 做多的时候 如果开盘走低了 说明就今天这个股价 可能就不太好了 当然也有那种 就是开盘走低 然后又往上涨了很多的 那种股票 你出学者 你就不要碰它啊 比如说这个股票 开盘 就是一开盘走低了 走低之后呢 就是前十分钟就走低 然后后面就一路往下跌 然后现在在这个范围内徘徊 我觉得今天就不要指望这个股票了啊 这是第二个原则 好 第三个原则 不对日K线 在移动平均线之下的股票做多 这话有点拗口 什么意思呢 就是如果是一个股票 像这样的是一种下跌的趋势 那么呢 你就不要它 做多买它 因为下跌趋势 它可能还继续往下跌 虽然它比如说今天也是反弹 这是日K线图 虽然反弹往上升的一点点 但是呢 有可能就是说 还是会继续往下走 我们再看一下它的那个 对应的啊 呃 有一个原则就是不对日K线 在移动平均线之上的股票做空 如果股票一个上升的趋势 你就不要卖空它 有可能还是亏掉 好 第四个原则 不要操作跳空高开太多的股票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一个股票 比如说这个股票啊 本来是上涨的趋势 你应该买是不是 刚才说了下降趋势不要买嘛 那上涨趋势是不是就得买了 对上涨趋势舍得买 但是它早上靠跳空高开 高的太多了 这倒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说之前买的人 看了利润来了啊 那肯定想把它卖掉啊 比如说这个股票 呃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这是五分钟的K线图 嗯 早上高空 跳空高开 一百多点 百分之十几啊 然后所以结果后面就是卖的人很多 所以这股票你早上买的话也是会亏的啊 好 在下面一个原则是 不要同时买几手股票 呃 也不要同时持有好几个股票 每次就买一百股就够了 如果你真的想买多 那等你更加确定趋势了 再追加购买也可以啊 然后每次呢 借一只操作一只股票 你一盯着一只股票就够了啊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啊 你盯好几个的话 我觉得是顾不过来的 特别是都是股价不动比较剧烈的啊 那你更加顾不过来 啊 所以 这是我的第五个原则啊 第六个原则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 我经常强调要让大家止损啊 呃 购买的同时啊 要设置好自动止损和止盈 这是Lifestar的那个网页版 我是用的网页版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怎么弄 怎么怎么操作具体 比如说用特定口座 选特定口座 然后买一百股 然后我指定 买的时候可以指定价格 指定六千日币买 如果是那个股价 股价交易比较激烈的话 你也可以用 哪里有机也可以啊 然后注意下面那个止损 止损和止盈价格 一般而言呢 止盈的话 用指定价格 比如说六一五零 就是挣一百五十点 然后 止损的话 比如说五九五零亏五十点 注意它是用那个 就是说股价如果低于五九五零的话 就是下订单 注意这个订单的时候 不要用那个止值啊 一定要用 为什么呢 因为股价下在下跌的时候 你用止定价格的话 你很有可能就卖不出去了 你就用市场价甩卖就够了 这是一个原则啊 它的名字叫 IFDO 是不是 IFDO 就是IFDO那个下订单 这是第一种方式 但我用的比较多是第二种方式 就是说一百股 然后指定一个价格去买 然后注意 这个时候是 就是说指定价格范围 就是说如果 比那个 我下单的价格要高出了一百五十点之后 我就下订单 或者说是 比下单价格的低于 五十 五十块的话 那我就把它也是 以市场价格 拿的Yuki 卖掉 这是什么好处呢 也就是说 我改了 我如果之前指定价格六千 后来股价上涨了 那我怕买不到了 我就要加一点 我加六千 六千牛五十吧 那么下面这个价格自动设为 就是 六千两百和 六千的 自动自动变的啊 你你如果左边这种方式的话 你指定一个购买价格 那你三个价格 另外两个价格都要调 改了一个另外两个都要同时改 就 浪费时间 但是如果右边这种方式的话 你只要把这个指定价格 写 写好了之后 后面另外的止损和止盈价格同步给你调了 调低或者调高 好 这是那个 讲六个原则 但这个六原则 过滤下来 那可能有的 有的同学会说 这么说来就没有什么股票可以操作了 是的 股票 那个股市 遍地都是钱 但是 我觉得不都 不一定都适合你挣钱 没必要 就是天天去操作 除非你是职业的 职业的话 你开始的时候 你也没必要天天去操作 你开始学习 看好再操作 我觉得保证不亏损 才是第一要务 俗话说 留的青山寨 不怕没柴烧 因为你亏的太多了 一直亏 亏的也 对你的信心也是一种打击 在操作同时 也要保持好学习 我觉得学习 实践 总结 自己要把自己的 错误的地方总结出来 起码下次不带饭 这样慢慢才会有进步 好 谢谢大家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